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 无论明日抽中郑阳宗哪一位 都是一场死战 活腻了 太慢了 叶臣 杀了你 不好意思 看来你要输给我这个人缘金了 赢 赢了 叶臣居然打败了薛隐 还赢得很轻松呢 好 薛隐根本没有一招击中他吧 这师弟 生猛 太生猛了 彭月宗夜沉 胜 你小子 干得漂亮 师父 我没给你丢脸吧 特色 喂 下一轮 你可不会再有这种好运了 走着瞧 这小子有意思 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表现 虽说用仙伦眼 趁此学会了诸多密疏 可恒月宗竟然连输三场 这恒月宗运气也太差了吧 第一位弟子 几乎全部遇到了高位弟子 恒月宗恐怕撑不到决赛 就会全军覆没 接下来 将由拥有玄灵之体的正阳宗 基宁霜 对战恒月宗的阳斌 竟然这个时候对上玄灵之体 是 丝毫看不到他身上灵力的波动 他的实力竟如此深不可测 刚刚的身姿 仿佛倾听天水 玄灵之体万中无一 自然是冠绝一重 趁下压力都给到阳边了 那小子不会不敢上去了吧 那就是这一代的玄灵之体吗 果然很令人惊艳 我赌看 那个对上他的小子 能撑多久 堂堂恒月宗第七真传 我赌他撑不过一个回合 那我修赌三个 好戏要开始了 兵告招了 名单上的参赛弟子都在里面 打扰了 等一下 名单上的人确实都在 不过还少了个人 叶辰 叶辰 没错 吴长老 就是那个你签字赶出去的废物 叶辰也嫌是郑阳宗的弟子 没错 但他在任务中不断大意 被废了丹田 我们郑阳宗从不也废了 让他自行离去 倒是没想到 他竟投奔了横岳宗 弟子为宗门流血受伤 下场竟是被当成垃圾一样 扫地出谋 郑阳宗身为三大宗门之一 这立宗行道的方式 可真是让人开了眼 我们郑阳宗如何 还不劳你费心 月臣到底在哪儿 你们要是说不上来 你带紫阳 回来 师父 师父 怎么了 夜臣 你还敢回来 什么意思 你既然还活着 为什么不烧个线回来 不是担心死了 我 你什么变 不许小变 看我怎么发的 等等等等 师父 徒为知错了 快放手吧 听说叶辰回来了 还不快搬见长教师兄 他就是我们 恒月宋的长教 杨顶天 叶辰见过长教师部 能从丹鬼的手中 全身而退 看来你的本事 不止是能打败齐阳这么简单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师兄 柳翼 真传第一 亦是我门下弟子 柳师兄 御后还请多多赐教 叶师弟客气了 剩下的师兄是简文 他们说明日在与你相见 竟然把叶师弟认成了鬼魂 愧为真传 愧为真传哪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 明日三宗大比 还是由你出战 是 话说完了吗 出戈前辈 出戈前辈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 您是来观摩三宗大比的吗 我来干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这小子得跟我走 前辈 您要带我去哪啊 你忘了大爷要帮我一个忙吗 走喽 前辈 前辈 请相纳 你小子还算识相啊 上道 不错不错 都是好宝贝 那你有真伙吧 哪弄来的 这老头不是一般人 居然能直接看出我有真伙 骗他肯定骗不了 没错 碗碑的确有真伙 是天生的 天生的 那可稀奇了 你小子运气不错嘛 碧游说是你救了他 碰巧而已 碧游姑娘乃是真阳净五愁 在我之上 不敢说救 对了 请问前辈 方才那人为什么追杀碧游姑娘 因为我的体质有些特殊 体质 别瞎打听 小子 你既然是碰巧路过 那你原本要去哪里啊 晚辈是横跃宗弟子 原本要跟师父 一起去正阳宗 参加三宗大比 没想到中途出了意外 你是在这附近 那个什么三宗大比 我知道 不过你现在回横跃宗 肯定来不及了 直接跟我们去正阳宗 时间倒还凑合 你们也要去正阳宗 小子 看在你救了碧游的份上 我保你能准时赶到正阳宗 不过到时候 你得帮我一个小忙 嗯 没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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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